谈到二战时的日本以及联合舰队 人们会用赌棍、赌狗这样的词汇来加以描述 带有贬低和讥讽之意 这源于日本冒险偷袭珍珠港获得巨大成功 激怒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浩瀚的太平洋如同一张堵桌 随着联合舰队的覆灭最终赔上了日本的国运 但反过来讲,昭和时期的试图诚信、爆棚的自信心 正是来自于一次次军事冒险的成功 中日甲午战争如此,日俄战争更是如此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便是东宝1969年上映 反映日俄战争的电影《日本海大海战》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军费开支 达到了其国内财政收入的一半 可谓穷兵独武,勒紧裤腰带,也要武装到牙齿 陆军总共约20万兵力,军舰总吨位26万 而此时的沙俄陆军约为208万 仅部署在远东的兵力就超过了20万 但是驻扎在海深外和旅顺的太平洋舰队 已经抵得上联合舰队的全部家当 当时日俄军事实力的对比 与后来珍珠港事件前,日美之间的差距同样悬殊 影片开头简要介绍了时代背景 1900年6月初,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 保护领事馆为由攻占北京 两个月后,事态逐渐平息 各国开始了撤军 而沙俄趁机侵占了中国东北 1903年,中东铁路的运营通车 进一步巩固了沙俄对东北的控制 同时,横跟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完工 日本处于所谓自身利益的考虑 要求沙俄撤军,但对方不予理会 这令日本从上到下可谓群情激愤 镜头来到东京的皇居 御前会议上,伊藤博文,山县友鹏,景尚新等一众元老 认为日俄之间军力悬殊 单单沙俄在亚洲的分潜舰队 便相当于日本全部的海军力量 必须当即立断,先下手为强 好家伙,实力差距大 想的不是避开战端 而是琢磨着怎么出老千 影片中的明智依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在会议结束前,他问山本全兵卫 海军司令怎么换成了东湘平巴郎 山本回答,东湘胆识过人 能力超群,办事谨慎,意志坚强 而且他还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是啊,赌博当然要找一个手气好的上桌 沙俄对日本的外交召会不予理睬 在海军省的会客厅里 山本全兵卫表示海军上下求战心切 几年之前的三国干涉还聊 对日本,尤其是他这样的军人而言 是奇耻大辱 山本向伊藤保证 若先发制人,一定能干翻沙俄 明智37年,即1904年2月5日 日本宣布同沙俄断交 左舍宝军港联合舰队的旗舰 三力号上的作战室中 海军参谋们正分析着 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动向 鉴于当时,英国是日本的盟友 这支舰队恐难以顺利通过苏伊士运河 需要绕到非洲的好望角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沙俄在亚洲的舰队 也分别驻扎在旅顺和海深外 力量相对分散 联合舰队的构想 是首先派片岗气狼的第三舰队 占领朝鲜,近南朝鲜的镇海湾 以确保朝鲜海峡运输补给线的安全 联合舰队摩拳擦掌 已做好了开战准备 而在同一天旅顺的海军会馆 正在痛饮的沙俄海军大员们 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日本的三艘运输船刚刚在仁川靠岸 大量日本士兵陆续下船登陆 尚村燕之城指挥的第二舰队 要求停泊的沙俄军舰离开 接着埋伏在港口外的日本军舰 发动了偷袭 2月9号 联合舰队在旅顺港外 发现了一支沙俄舰队 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但旅顺港口的岸方炮火力凶猛 给Ign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2月10号 三艘俄国军舰从海深外出发 驶入日本海区域作战 尚村燕之城的第二舰队奉命所敌 但海上大雾弥漫 始终没有发现敌舰 旅顺港内的沙俄舰队坚守不出 加上暗防炮的强大威力 令联合舰队无法强攻登陆 秋山真知等人建议 在旅顺港出入口 炸毁废弃的商船和军舰封锁港口 这个任务交给了广赖武夫 广赖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 很有精神 曾富俄留学 毕业后在圣彼得堡任石管武官 因此结交了不少沙俄贵族 他对下手说 尽管自己是亲俄派 但作为军人必须站在日本这一边 话虽如此 还是有些伤感 他抱起蜷缩在一角的野猫 想起了在俄国时的另一位朋友 名石袁二郎 酷爱俄国文学的广赖 最喜欢的作家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 但他精俄的方式属实特别 若日本赢得了战争 收获和平 俄国文学融入到日本的文化之中 这意味着并不能完全征服对方 借此质疑战争的意义 广赖的前两次沉船行动 均遭对方重炮轰击而失败 3月27日 他再次率领赶死队 驾驶福景丸 驶向吕顺广 又一次遭遇俄军的攻击 为了寻找负责引爆炸药的下属山野 广赖从救生艇回到船上 搜寻吴果 只好无奈返回 随即他遭俄军的炮击身亡 后来因其爱兵如子的事迹 一度被日方捧为了军神 虽然阻塞航斗的计划未能成功 但东方不亮 西方亮 影片没有说明的是 在4月13日 联合舰队在吕顺港外铺设的水雷 运气爆棚的炸成了俄军舰 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号 吕顺舰队司令官马卡洛夫触雷身亡 与此同时在陆军方面 4月底第一军越过了鸭鲁江 之后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的延大澳村 和大孤山登陆 不过第三舰队在5月12到17号这几天 因海上大雾弥漫 一艘鱼雷艇和小号驱逐舰 被友军炮火击沉 春日号与吉野号相撞 导致后者沉没 令两艘战列舰误处本方水雷被击沉 几天之内就报销了联合舰队 三分之一的军舰 尽管陆军传来登陆大连湾的捷报 但东湘认为 想要拿下旅顺并非易事 俄国人恐怕要派出波罗的海舰队 到时日本人将腹背受敌 6月15日 俄海深海舰队在对马海峡 击沉了长鹿丸 左渡丸 约1100名日陆军士兵 18门攻城重炮葬身海底 而负责警戒任务的第二舰队 却并没有在海上拦截到敌舰 这一消息令舆论哗然 愤怒的民众将第二舰队司令 上村燕之城的家砸了个稀巴烂 称其为俄古人派来的陆探 不过在两个月后 上村将在卫山海战中再次证明自己 此时日军已经从陆上包围了吕顺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 8月10号上午8点45分 旅顺港内的沙俄舰队打算往海深外方向突围 而东乡早已预判到对方的意图 派出舰队在黄海海面游异 双方于下午1点左右交火 虽然影片中称联合舰队第一次在实战中 打出了T字形战术 但实际上战果未达预期 一度让对方逃脱驶向了东南方向 不过三个小时之后 联合舰队奇迹般的再次追上 原本俄舰队拉开了15海里 却为了等待一艘战列舰 特为3号临时抢修 而全员禁止 日本人运气出奇的好 5点40分一发炮弹 直接击中俄旗舰皇太子号的舰桥 指挥官维特杰夫特当场阵亡 并造成船舵装置毁坏 向右偏转 失去指挥的舰队迅速瘫痪 逃跑计划彻底失败了 在乃木西点指挥的第三军这里 依靠人海战术进展缓慢 却伤亡巨大 沙俄依靠野炮 先进的机关枪 以及坚固的防御攻势 大量杀伤冲锋的日军步兵 8月19日发起第一次总攻 伤亡达1万5千余人 依然未能撼动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 10月15号 波罗的海舰队改编为太平洋第二舰队 奉沙皇之命 踏上了长达1万8千海里的远征 旁白称 该舰队主帅罗杰斯特文斯基 威名远扬 且深得沙皇信赖 他是尼古拉二世的红人没错 但实际上 他缺乏在大型军舰上的服役经验 也没有真正的海战指挥经验 波罗的海舰队的出征 加上陆军对吕顺的九功不下 令东乡平巴郎如坐针毡 在R26 硫磺岛来信等影片中 日军的赶死队会在胸前缠上交叉的白布 又称为白叛队 这个典故便来自日俄战争 1904年11月26日 乃木西点下达第四次总攻击令 从四个师团抽调三千人 组成六个赶死队 胸前缠上白叛做标志 已表示必死奋战的决心 来自第三连队的一等兵山田 出身穷苦人家 母亲多病 弟弟年幼 除了军饷 他靠着给战友洗衬衫攒钱 部队却不允许军人寄钱回家 山田掏出皱皱巴巴的纸币 希望指挥官能帮他破例 这样乃木西点大受感动 然而肉弹冲锋 人海战术再一次受挫 遍地是日本军人的尸体 山县有朋建议临阵换将 但明智依然对乃木有信心 为了攻下吕顺 乃木西点的两个儿子阵亡 他固执倔强地站在前线指挥 差点被俄军的炮火打中 东乡平巴郎低调来访 给精疲力竭崩溃边缘的乃木打气 仿佛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矛盾 并没有影响这两位的私人友谊 为了迎战波罗的海舰队 埃及印联合舰队 暂时返航修整 维修战舰补充急养 三立号旗舰虽然损伤不轻 但总归还可以修复 下属建议 本方炮弹使用以苦味酸 为主要成分的火药 利用其高破坏力和剧烈的燃烧反应 给沙俄战舰和人员造成更大的杀伤 与此同时 在欧洲的名师袁二郎 以日本驻斯德格尔摩使馆为据点 暗中支持和资助沙俄内部的反对派 以及芬兰独立活动家西里亚库斯 甚至从某位沙俄海军军官手中 获取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一手情报 名师袁二郎资助的名单之中 还有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 有一次在巴黎的公寓内 他与人接头时 差点遭到沙俄秘密警察的刺杀 时间来到1904年12月5号 日军从国内调来了280毫米的重炮 又一次使用人海战术发动攻击 终于夺取了230高地 并以此作为炮兵观察哨 立即向吕顺军港发起炮击 三周之后 日军攻占了吕顺全境 但战争的悬念依然没有结束 波罗的海舰队还在路上 东乡平巴郎判断这支舰队 经过曼城的远征 其海航能力严重下降 不会绕到宗谷海峡前往海深外 一定会去捷径通过对马海峡 这场海战将影响战争的最终结局 送走了来访的客人 东乡会同夫人一起 如往常那样光顾一家杂货铺 店主是位盲人大娘 其儿子和女婿在之前的战争中阵亡 他听说一场关键的海战即将打响 果真如此的话 又有许多军人像他的儿子那样为国捐躯了 实际上是来祭拜上乡的东乡 听到老人的话感慨万千 却如耿在喉 只好匆匆作别 几天后 联合舰队集结全部舰支 来到镇海海湾进行演习 东乡平巴郎亲自指挥 模拟实战中的诸多战术 据称Ign在这次实弹训练中 消耗了相当于日本一半的弹药储备量 其舰三列号上的炮术长安保轻忠 教导水兵们识别沙俄的不同军舰 多年之后 他将成为联合舰队 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度官制海军大臣 自从日军攻占旅顺以来 很久没有收到波罗的海舰队的情报 但宗谷和金青海峡 时常被浓雾笼罩 且长途跋涉 补给燃料困难 对方不太会无谓的绕道 东湘平巴郎坚信 波罗的海舰队一定会途经对马海峡 面对来访的尚村燕之城 东湘笑称自己的运气一直不错 而且他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 他安排六艘战斗力较低的木制战舰 在巴士海峡游异作为诱饵 千岛之冲绳 设立了超过300座观测所 命其昼夜不间断的侦查 不过始终没有发现沙俄舰队的踪迹 参谋长加藤有三郎 代表沉不住气的军官们 向东湘提出质疑 是否判断出现了问题 担心敌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或许已经神不知 鬼不觉的抵达了海深外 东湘坚持认为敌人 绝不会凭空的从海上消失 作为指挥官 他力排众议 命令各舰做好战前准备 他认为在5月28号之前 波罗的海舰队一定会出现在对马海峡 东湘果然赌对了 5月26号 罗杰斯特文斯基 拒绝了参谋们的建议 坚持要从对马海峡通过 这是前往海深外最短的航线 两名出海的宫古岛渔民 发现了远处正在行进的舰队 岛上民众听闻此消息 踊跃报名 争取在24小时之内 到达附近的石原岛电报所 而这只负责报信 能容纳五人的小舟 在电影中名为尖阁丸 很难不令人联想到钓鱼岛 5月27日凌晨2点45分 信农丸辅助舰 于五岛列岛西北 发现了远处可疑的灯光 竟是沙俄海军的医疗船 误将信农丸当作了本方船只 波罗的海舰队的踪迹 终于曝光了 收到电报的东湘 长出一口气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命令所有战舰立刻准备接敌作战 27号6点半联合舰队从镇海湾出发 准备于对马海峡展开作战 参谋秋山真知在电报中写道 今日天气晴朗波浪高 这个上午联合舰队如幽灵般 紧紧咬住波罗的海舰队 并于中午时分逐渐靠近 下午1点55分 三立号挂出了Z字旗 皇国兴沸在此一战 各援一层奋力努力 下午2点5分 东湘命令全舰佐满舵进行U字转弯 俄舰发现日本人意图后 立刻开火 但战果不佳 甚至分不清敌舰有舰 而联合舰队各舰通讯顺畅 清楚彼此舰的方位 完成U型转弯后 采用T字战术 向波罗的海舰队展开进攻 凭借着较高的射速和航速 以及下赖火药的威力 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沙俄旗舰苏洛夫公爵号 被急火打坏船舵 只能漂浮在海上 司令官罗杰斯特文斯基 身负重伤 失去指挥的沙俄舰队 乱作一团 21艘战舰被击沉 7艘被俘 人员方面4830人阵亡 6106人被俘 其中包括舰队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 联合舰队仅仅损失了3艘鱼雷艇 伤亡约700人 对马海战以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场海战的结局 充分证明了英国人马汉的海权学说 又一次验证了战略舰 在海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得日俄两国的命运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艘侥幸突厥的巡洋舰 将在12年之后 炮轰东宫 成为十月革命的重要标志 一场大胜之后 山本全兵卫 再次同首相伊藤伯文会面 感慨总算在东亚 拔掉了眼中钉 伊藤问道 那么美国和英国之间 谁又会是日本的下一个敌人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